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片名叫做 喵星人的奇思妙想 对 就是他 这个片名也 就引起我的兴趣嘛 我就进去看了 嗯嗯嗯 对 然后因为 说真的我是 我是看完那个 无冤舞 嗯 然后跳出来 哦 是哦 他就推荐这部给我耶 但是我在猜 不过这部是最近新的 没有错哦 我就想说他是有收听到那个 他们里面的告白嘛 对啦 因为毕竟 我觉得他们大数据做得很好啦 对 所以我真的要给他们称赞 对 因为就是无冤舞里面 其实是他们最后 因为那个无冤舞 他觉得他会让 爱他的人寂寞 对 所以他才跟就是 男朋友说 哦 我们还是不要交往 对对对对 但没想到 就是男生讲得很好 他就跟他讲说 嗯 就是猫其实常常常 也让猫 猫主 很寂寞嘛 嗯嗯嗯 对 猫没有猫主人哦 猫都是猫奴 对 就是他只有奴隶 他没有主人 对 他自己是主人 对 对 然后就是 但是这个东西也有被研究证实啦 因为在这个 喵新人里面 嗯 其实有 就是那种日本的学者 有做研究 对 日本学者 真实也是蛮无聊的 对 他们还证实说 狗是把他的主人当神 对 但猫他自己就是神 我想说这研究 不用你们研究啊 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真的 真的 然后所以 无用武里面 他讲得很好嘛 就是猫也常常让他的猫奴很寂寞 对 可是猫奴还是很爱他的猫啊 对啊 而且他也从 他的猫还是可以让他带来很多幸福 对 因为一个是S 一个是M嘛 就是一个配一个啊 对 然后就那个 无用武为达的也很好啦 他也说 其实猫也是很爱他的猫奴的 对对对 对那其实有跟 就是这个纪录片做呼应 真的 就是这么刚好 真的 因为他在纪录片里面 除了帮我们分析一些 就是猫的习性啊 嗯嗯 对猫有什么能力啊 对 之外 他也有讲到 就是每 就很多猫奴 就是一直很好奇 我的猫到底爱不爱我 你看你们这些 那个M属性的 对 还要祈求你的主人爱你 对可是 我跟你讲 我所以所有猫真的不一样 是真的啊 因为我们家的猫比较像狗 哈哈哈哈 这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但是我知道说大部分 因为很多有养猫的朋友来我们家 嗯 也都会很惊讶啊 就说他怎么会叫的过来 哦 因为像好上次秋康康康来我们家玩 嗯 他才一进门 对 可能走两步 然后二二就过去跟他讨摩 哦 对因为 其实这也就表示每一只猫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啊 对啊 对啊 然后他就 而且他就是真的很像那个邪猫那样子嘛 他就是整个攀在那个像他大腿上 然后水汪汪的看着他 他就说天然要融化了 哈哈哈 他是很想把他偷回家 对 对 但是大部分的猫其实就是都是做自己啊 对 他就是不太叫的过来 我想过去我自己就会过去 对 像我家楼 因为我家楼下有一只就是野生的猫 嗯 然后但是因为有一户邻居固定会喂他 嗯 对 然后后来我搬过来之后 我也是花了蛮久时间跟他打关系 哦真的哦 嗯 然后现在我才能我就可以开始喂他吃肉泥 嗯 就喂他吃肉泥 因为我觉得还蛮那个 就是可以趁机摸他 因为他很专注在吃 然后我就会偷偷摸他 而且他们吃肉泥的那个样子很疗愈啊 而且他因为我们家楼下猫很爱讲话 嗯 然后就是光看到我就会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然后他就会边吃边讲话 我想说你到底在干嘛 好可爱哦 我等一下找影片给你看 因为我觉得太好笑了 想说你是边讲话又边想吃东西 对因为在这个妙新人里面啊 他其实是讲说 猫每次讲话是都有他的需求 对对对 可是这样听起来你家楼下那个不是 他就是爱讲话 他真的很爱公位 因为我们家二人其实真的很少讲话 真的哦 对他除非就是 因为他常常会自己跑去房间 明天自己被关起来 然后要出来的时候就会在 才在那边叫 对才在那边开玩 对然后或者是因为他现在最怕林玲 因为林玲就很喜欢强暴他 哦我懂因为我觉得就是 小不管是猫或狗 其实都很怕差不多这个年龄的小孩 对然后林玲就是就会知道 讨厌这样他还更喜欢捉弄他 然后每天就把他这样抱在身上 然后像已经他以前都会一开始就挣扎 对他现在已經有点眼神 开始摊扎操害了一番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说哦我等一下就过了 等一下就过了 就想说我看你要抱多久 然后一直林玲就死不放现 的时候才会开始 safety 哈哈哈 而且林玲又就是你知道 有在锻炼比较壮 这个对大家都 det 所以他就抱可以抱 他抱很久 对 plastics 对他是理性比較大 而且我我就觉得很厉害 是因为二位以前不太喜欢 让人家抱嗯 然后他现在就有点被 在他训练 有點習慣了 然後就是會被抱起來都會放棄 那因為像那個我們家妹妹 因為跟玲玲同年紀嘛 可是因為她就是瘦弱型的 所以她一直到今年吧 才可以抱得起Paul囉 啊真的喔 她以前抱不太懂 就是她抱不太起來 可是那個才是一般的女生啊 因為玲玲在那個上跆拳道嘛 那一開始就已經有被就是教練 他們都說她就是比較有天分 天生骨殼奇才 對對對就是算有天分 然後我們一開始沒有太大的感覺 後來看到一樣別的女生在練才發現真的差很多 對啊真的有差 因為我有看過玲玲就是打 那個跆拳道的那個影片嘛 我就覺得喔真的很有力耶 對然後但是一般女生 其實他們要用力的都是 就是比較嬌弱 對對對 真的是這樣沒有錯 我真的 哈 然後沒有破 對然後後來才發現 真的就是 原來因為她很小 她就四十歲就自己說想學 然後我們感覺不出差別 後來終於有別的小女生進來的時候 才知道喔原來那個才是戰場女生的樣 真的 哈哈哈 對就是 李妮真的就是 真的骨骼強壯 對啊 但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好然後那個 貓心的裡面有一個我覺得比較 新知識 嗯就是 哦原來 就是貓咪是用她的鬍鬚 哦這個我以前好像有聽過 哦真的我以前不知道說 就是 因為貓很會鑽很小的洞嘛 對對對對對 對然後他們其實是用他們的鬍鬚去 去測量 感知 對 因為我知道以前他們就有說就是你不能 最好不要把她鬍子剪掉 啊 對就好像她的那個會失衡 哦 就感受會失衡 對然後他們去測量說 這個洞我過不過的去 對對對 但是她說現在其實很多都失準了 因為現在有很多胖貓 哈哈哈 肥貓 肥貓的那個鬍鬚並不會長特別長 對 哈哈哈 就是你的鬍鬚並沒有長長 可是你的身體已經橫向發展了 哈哈哈 所以她們常常常會被卡在洞裡面 哈哈哈 所以是她的鬍鬚壞掉不是她感覺壞掉 對以前在就是胖貓沒有這麼就是泛爛的時候 因為真的很泛爛 因為現在現在大家自己養嘛 沒有哦 你是說她統計嗎 我說寫起來 對56%對不對 59 59 哦 對啊 59%的美國貓有操縱問題 我想說啊不就跟美國人一樣 欸對耶 欸真的耶 對啊 對就是所以這些操縱的貓呢 他們的鬍子都失去功能了 對對對 因為你變胖的時候 你以為你自己還是跟以前一樣瘦 對 結果沒想到你就是沒有已經被卡在那邊了 對 那所以其實以前沒有就是大家貓都是瘦貓的時候 嗯嗯嗯 就是大家人類還說什麼他們覺得貓是用水做的 哦對啊 貓是液體 其實現在還是因為你不就是有一些很胖的貓 抱起來就是他的肉是會流出來的 哦真的哦 對沒有這樣 對沒有這樣 對是軟軟的 嗯嗯嗯 就是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貓 你有看過胖貓嗎 胖貓都很多都在肚子上 有啊 就是身體看起來瘦瘦 可是肚子會有一坨肉掉在那邊 哦所有的貓的肚子都會掉下來 對 但是因為胖貓就是那邊的肉會掉多 更特別多 對對對對對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對 因為就跟狗不太一樣 因為狗有些胖的他是會變很寬 嗯嗯 就是很像桌子一樣 哦對 就是整個變房的 對對對對對 然後可是貓是只有大部分都是在肚子上 對對對對對 然後其實他們大部分都還是很靈活 對對對 就還是可以跳 我每次都看到那些胖貓可以跳很高 我想說哇你們就是都沒有壞掉 對啊 然後所以或者是他裡面有一些姿勢 其實我們原本就知道了 比如說貓的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翻正反射 呵呵呵 好專業的詞哦 對 就是我們之前知道說 哦貓在很高的地方掉下來 其實都不太會怎麼樣 對 對然後以前不找到那個名詞啊 然後看了才知道說那個叫做翻正反射 他說其實他的翻正反射的能力是人類的兩倍 哦對 因為那個是潛艇在控制的 對對對 因為他就是人類如果我們跑去高空 嗯 就是人類在這方面最厲害的人應該就是那些跳水啊 或者是那些 嗯 跳傘或什麼的吧 那種的 對 就是你在半空中你還能知道哪一邊是正面 就是我轉哪幾圈然後才會是頭朝下進去的 對然後他其實就是有弄很多慢動作 然後你就會發現貓在半空中真的可以把自己翻 就是翻到 再翻到正面 對 然後視角落地 對啊就完美落地這樣 然後 狗就沒辦法 對 狗就是很蠢 就常常會像 Polo就是常常會從床上摔下來 真的耶貓真的不會 對啊 然後我們都可以很放心的 就是因為他有時候跳去 如果我很常拿酒嘛 嗯嗯嗯 所以我們放酒瓶的地方 他就知道那裡的酒會滾動 嗯 他就每次就會用非常難度的姿勢 就在下面的櫃子 然後把身體伸出去 嗯 然後手再伸到酒櫃上去撥酒 哈哈哈 那貓都會有一些 因為他們真的很柔軟 對 然後他裡面也有講到說 就是因為他們那個 脊椎其實跟人類的是不一樣 對對對 跟狗也不一樣 所以他們才可以就是這麼柔軟 對 然後又可以跳那麼高 就是脊椎特別多節 對對對 對然後就是 再加上說他們翻證反射能力很好 對 所以他們的運動細胞真的很好 他們可以在非常高出的地方 跳來跳去跳下來 對 都沒有事 真的 然後雖然裡面有一個 有一段啊 是他們在就是測試說 貓咪到底可不可以訓練 對 因為有一些 你知道現在有一個專門的貓咪馬戲團嗎 對對對 可是我自己會覺得有點違反他們的貓格嗎 應該這樣講嗎 哦 可是因為可能也不是每一隻貓都可以訓練啊 對對對對對 他們也是有講說 有一隻貓可能訓練十幾年來就不想理你 對啊 所以就是也不是每一隻貓都可以訓練到 就是那麼厲害的等級 對 然後有一些貓 像我們家22就很妙 他是一隻很妙的貓 因為他很喜歡玩拋街 他到現在就是他截完招到現在沒有發福 應該也是他的運動量夠 哦 對 因為他們其實有講到說 其實貓科動物從就是你大到什麼豹啊老虎獅子 嗯嗯嗯嗯 到貓其實他們的習性 他們的個性其實都很像 對對對 就是類似 然後那個整個組成就是都是類似 對 所以你就覺得貓其實只是縮小的豹而已 對對對 然後但是呢 這些豹啊老虎啊獅子啊 嗯 他們要吃東西他們是要運動才能吃的 對對對 因為你要去捕捉獵物 對對對 就算是在動物園的 你看有人丟肌肉丟什麼給他 對 因為我們在我們上一集講的 白packer裡面也有 對 也有看到動物園的那些員工他們怎麼在工作的 對對對 他們就算是丟肌肉給他 嗯 他還是要跑 嗯對對對 他會丟圓讓他們去 就是有點類似狩獵的感覺 對對對對 雖然說不是真的啦 對對對 但就是讓他去跑追然後 我覺得這樣可能也是才會讓他想要吃 對 因為你有競爭 沒錯 那這是因為現在夾貓幾乎都不跑的 對啊 所以就很容易發福嘛 對對對 但是因為太愛玩拋街了 每次每天只要我們晚餐過後 他就會跑來找我 我跟他玩拋街 呵呵呵呵 然後我以前是我們會買那種假的小老鼠 對 他現在是對那個有點膩了 所以他很喜歡去丟各種我的綁頭髮的髮圈過來 呵呵呵 欸他很神欸 呵呵 對 就是自己會換玩具 然後我就丟 他就可以這樣子玩一個晚上 然後因為你知道貓他們是不會覺得累的 嗯 他可能會過傳到 有時候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喔 噢 喚氣過度之類的 對 如果你沒有讓他休息的話 所以他都是玩到我覺得他太傳 就要不要再玩 呵呵呵 很不錯啊 就是活力四射 對 而且就是很妙的事情就是你東西丟出去 雕回來大家也覺得這是狗喜歡的事嗎 對對對 比較少貓會喜歡做這種事情 而且很可愛的是 因為我們任養餓餓的時候 嗯 他還有哥哥 嗯 因為他就是兩隻賓士貓 對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是真的太新手了 我沒有信心可以養兩隻 也吃兩隻 然後那個愛媽的人也很好 他說沒關係 因為真的非常多人想要領養他們 嗯 所以我我只養一隻也沒關係 那另外一隻就是另外一個 他要去他們家家訪 看合不合適呀 對 然後後來他都會跟我們交換 就是他都會貼給我看說你看他哥哥 嗯 然後我就看到他哥哥的主人 在跟他玩拋截 喔所以 然後我就 這是基因的關係嗎 他們家特別喜歡玩拋截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奇怪的基因 對 然後我就想說難道22也會嗎 就沒想到真的會 好神秘喔 我覺得這 就是每次我都覺得這種生物 每一隻雖然都不一樣 但是又覺得就是因為基因遺傳 好像這還是會有一些特性留下來 真的 然後因為22來我們家的時候真的很 他太小隻的就不到手長大 嗯 然後我們就一直很怕踩到他 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有幫他買一個貓屋啊 喔對對對 高級的那個別墅 對 真的是貓別墅 所以他就會我們就是晚上9點多 嗯 小朋友進去睡 嗯然後我們會大概就是在陪他玩個一個小時 對 大概10點多我們就會讓他也進去貓屋 嗯嗯 然後是因為他就是剛出生 然後我們家就是這樣長大 對 他到現在晚上都還是回貓屋睡覺 喔習慣了 對就是我們就還是要把他關起來 然後他就是看到哥哥姐姐回房間 就知道他差不多他要回房間 哈哈哈哈 真乖 對 然後你把他關進去之後 他就開始吃一點飼料喝一點水 準備要吃飽飽睡覺這樣 現在因為現在動物我覺得大部分我們會養的 都是已經習慣那個跟我們人類生活了 真的 對啊 然後雖因為雖然是我從小養大 但是我每次在睡前看到他自己乖乖躺在貓屋裡面的樣子 我還是覺得很生氣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你養個十幾年之後應該還是會有很多事情會讓你覺得很生氣 對 對就想說奇怪怎麼他有辦法 因為貓很野嘛 對啊 他有辦法就是我睡覺囉 然後進去關門囉 回房間囉 他就回去睡了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可以訓練的 像那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因為我其實蠻蠻常看以前看那個 不知道是Discovery還哪一台 有一台就是管教餓貓 有有有有有有 對 因為我就是會覺得說那一些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貓真的很兇 嗯 然後你就會覺得看他在那邊訓練的時候 就覺得哇好神奇喔 很厲害 跟那個狗的也是啊 對對對 對然後全門卻好像就是比寵物溝通還厲害 對啊 就是光靠這樣訓練 對 然後就可以讓他融入你的生活 他就會變成一個正常社會化的動物 真的 你就會覺得很神奇 對然後 這個貓新人裡面還有一個比較神奇的地方是 嗯 他有教你 要怎麼去跟貓溝通讓他接受你 對對對對對 對 我想說我要去我們家樓下那個實行一下 對然後我有對二二二事 但是其實他講的時候我就我就 就恍然大悟 嗯 去二二常常會對著我們慢慢眨眼睛 哦 對 可是這個真的要有癢了才知道 對 因為像那個 就是跟野貓的話 你都只會碰面到一下 可能就跑走了 然後因為我們不知道嘛 嗯 然後我都一直以為他是有點想睡覺 呵呵呵呵 所以眼鏡眨得比較慢 呵呵呵 因為我只知道他們會碰鼻子 呃碰鼻子也會 對 然後就是 就這次就很多事情才才理解 他也常常會來就是嚕我的手 對 對然後或者然後像Dicky 他就會幫Dicky理毛 因為男生的手毛比較長 哈哈哈哈 等一下那理毛 嗯 是他在照顧他的意思嗎 對啊對啊沒錯啊 嗯 然後一方面是應該就是 就是信任你 然後跟你很好的意思 嗯 因為如果他覺得跟你沒有那麼好 嗯 你手伸過去他是會咬你的 哦 但是如果就是尤其是他自己在理自己毛的時候 對 我面試之前就有跟我講說 他自己在理自己的毛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手伸過去 嗯嗯 然後如果他信任你 他就會幫你一起領 一起順便 會說你這麼懶惰 好啦好啦 對對對 然後如果他不信任你 他就會咬你 哦 對然後 但是我每次伸過去 他就舔兩下之後 發現沒有毛就不要了 哈哈哈 但是Dicky他就會一直幫他理完 你一整隻手 哈哈哈 哦 那好吧我 因為婆羅很愛舔 嗯 那我也把他當正在幫我理毛好了 對對對 沒錯 對很可愛啊 然後我們家 因為有一些 我都不知道貓奴會有這種疑問 嗯 就是說貓知道自己的名字嗎 欸我覺得他們會有這些疑問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欸 對 因為你自己在家裡相處的時候 你看你叫了會不會來就知道啊 對 可是是因為但很多貓很有個性 他雖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但他不來 你懂嗎 那是他不來 因為我會覺得他是選擇性不來 對對對 然後一位二二都叫的來 嗯 二二就是常常 你知道貓很會躲 對 然後都會躲到你不知道他在哪裡 要找他 然後但是我們就可以叫一叫他 他就會一點說幹嘛 那種感覺就出來 我說好啦 好啦 然後有常常會那種有事嗎 那種臉 哈哈哈哈 對 而且有 有些他們都說 就是貓的那種社交行為不好 嗯 那我就覺得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貓反而是他太好了 所以他知道怎麼控制人類 真的 對啊 就是 人真的會被貓控制 真的啊 你就是忍不住會到面前跪下 哈哈哈哈 對然後二位很可愛一點是 因為我們如果去露營會出去比較多天嘛 嗯 他平常都不講話 但是如果是我們出去 出門比較多天 沒回家 嗯 一回家他就會睡念半天 就是要抱怨啊 對 去哪裡 為什麼把我放在家裡 但是我這次看了就是苗西人 才發現他在抱怨的時候是開心的 因為他每次我們回來 然後對著我們一直 那時候他的尾巴都是翹起來的 噢沒有 因為看到你們回來還是很高興啊 對 但是嘴巴還是要唸兩下 對 就跟媽媽一樣嘛 真的 你很久沒回家了 他其實心裡很高興在咬尾巴 但是他又不能說出來 對啊 大家都很久才要回家 對 媽媽就說沒問題 要回家回來回來幹什麼 然後尾巴是翹起來 早就在廚房準備好大餐的 很可愛 然後但是就是會發現說 居然就是貓奴們 都會疑惑說 我的貓聽不聽懂它的名字 它愛不愛我 你看你們這些奴隸 才會這樣想 像我都不會這樣想 狗的話就是覺得 天啊我就是你們的主人 我就是你們的天 你們的神 真的 不會有這種疑問 真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還蠻 就養到二二 真的蠻幸運的 就是因為你知道 貓派的人都是會說 我自己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小動物 但是我們工作實在太忙了 所以我就跟Dicky講說 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遛狗 對啊對啊對啊 那我們就養貓啊 因為貓我們只要給牠貓殺啊 什麼就可以了 因為貓甚至不用洗澡 雖然有一些人會幫貓洗澡 就是付出的那個 可以說付出的努力 不需要那麼多 對 但是Dicky當初就是很害怕說 你就要有一隻愛理不理的貓 對對我懂 但是沒想到我們的貓個性 是狗的個性 那個兩個願望一次滿足 真的 對然後他就是 而且二二 應該說牠不挑食嗎 牠的挑食本來很奇怪 牠就是跟我們人類一樣 嗯 我們人類很喜歡吃一些沒營養的東西 對對對 這二二就不喜歡吃高級的貓罐罐 因為那些太天然了 呵 我就說是家公平啦 對 牠只喜歡吃一些便宜貨 然後就是那種重鹹等等 呵 結果 later 我一開始就很奇怪 因為我 sistem 這個很貴 這怎麼樣 囪惑為什麼 en2都是愛吃 就是便宜的 牠是勤儷癡癡 然後後來就發現 原來是因為 within 便宜的味道 比較重 對啊 都是这样啊 就像那个什么狗的话 就是可能什么宝露那种味道会比较重 他们就会比较想吃 对但是二月还是没有普罗那么夸张啊 因为反正他就是 我们的放在那里他爱吃不吃 然后他过了一个晚上 他还是会把他吃光 还是吃掉 没有年轻的时候都还好 就是老的时候都会比较 可能因为味觉也会退化 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差 不管猫跟狗都一样 对但是就是长大真的会变 因为他小时候我也不晓得 因为以前麻妹也给我们过很多很高级的饲料 很高级的罐罐或是肉泥 然后那个时候他都喜欢吗 因为他是说 你那时候是说普罗不吃的 然后给他吃 现在也不知道啊 因为你的东西是高级品 算啊 反正我跟你讲到最后 就是像现在普罗十六岁嘛 我就觉得啊 就是要吃就好了 你就不会想那么多 就随便啦 要吃 你要吃什么随便 能吃就是福 真的啊 有吃的话才有力气啊 真的真的 有差 然后接下来他们还有聊到 说为什么猫很喜欢箱子 哦对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猫每次会 就是硬把自己挤到很小的箱子里面很好笑 真的 也是这样啊 不管有什么箱子 然后没有箱子 塑胶带他也喜欢钻进去 哦对啊 好像都是这样啊 然后你就会 就是一坨 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有一坨东西在那边 但他们常常就会做出超搞笑的事情 比如说 因为他们钻到塑胶带去 那塑胶带不是都会有提拔吗 对 有时候就会头会从着提拔出来 然后他就会一直 牵着一个塑胶带在那边逛街 然后前阵子在普渡的时候 我们买那个金带回来 再放在地上 他又去 套出那里 然后他就看到他拖着一个金带 一直到处走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是要去烧金而已 他要帮你们去烧金池 对 还是你自己想要普渡 很好笑 然后他 而且他们就 他真的会老神在在的 拖到就拖到 然后就这样走来走去 他其实应该是装美式 太尴尬了 这场面我没有办法handle 我还是装美式好了 对 然后就是他们真的就是会进箱子 嗯 的话呢 他就会 如果有人走过来 对 他真的就会 偷袭吗 对 就会偷袭 然后 而且他比较不会偷袭我们 他大部分就是偷袭姨姨 因为他知道他是比较可以欺负的那一个 你讲猫跟狗都很金好不好 对 谁说狗眼看人低猫也是 没有没有 他们都一样 就是很金知道家里的地位是怎么排的 真的 对啊 然后他就真的会 只要进去箱子 嗯 他真的就比较有安全感 嗯 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打开柜子啊 鞋柜啊 嗯 那他也常常就是硬要进去啊 嗯 然后 然后我们就会说 好那你带购了再给我们讲 他就 真的会 我们就把门关起来 他就在柜子里面老半天 就可能我们看个电视 你忘记他在干嘛 然后就突然又听到有一只猫在那边 猫猫 都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嘛耶 很神秘 哎 我觉得猫就是很容易有那种 我不知道 可能也是个性的关系啦 就是像我朋友 他以前养一只猫 然后但因为那时候 他们家移民美国 但他就是有把猫带去哦 可是那只猫就是因为坐飞机 他就超不爽 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记仇记了一辈子 因为他就从那之后到美国之后 他的个性就整个大变 然后本来就是他会乖乖的 你就是摸两下 他就会突然生气 你也没干嘛 你就是一样的动作这样摸他 然后就突然生气 然后咬你或抓你 就真的会有心灵创伤 然后而且他是会记忆被子的 也许因为 因为我们不晓得他们的感觉啊 对 因为有很多人坐飞机 像Dicky就很容易耳朵超痛 嗯嗯嗯 那可能猫更敏感 也许他更痛 对 或者是说 我也不晓得 我就想说像这种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 比如说先宠物沟通一下 还是什么的 他没有去找吗 没有因为那很久很久 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 对啊 可是因为像狗的话就还 我那时候也是带普罗坐飞机回来 我只是担心他在里面 会就是吓死而已 不然其他 他也就一副美事的样子 可是真的是看个性 因为你知道 我妹也有一只 就是他领养的猫 对 他的猫很夸张 他的猫真的也是像狗一样 他是可以用那个背筋 背他出门的 哦 对所以他就是 我妹只要出门 他就跟他出去 所以他什么公车 高铁 他都搭过 他也去逛过淡水 哈哈哈哈 所以不然我们 我们这一集 可以让我妹背他出门的 照片当封面 哦对耶 那请他提供一下好了 可以可以 他真的很夸张 然后所以 你去宠物 咖啡厅之类的 你通常就看他带狗 你很少看到有人是带猫去的 然后他猫都会去那些店 哦对 因为我就每次 因为我之前会去宠物展 然后就会有些人会带着猫去 然后我都会觉得说 哇塞你们的猫好厉害哦 对这种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们是没试过啦 但是我们想说 自私的想法是 他竟然没有习惯出门 我觉得还是比较 对 因为而且像那种宠物展这种地方 我会觉得因为太多猫跟狗很杂乱 他们会很紧张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但我每次都还是觉得我妹的猫很厉害 真的耶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厉害 因为就算是狗 你出门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还是会 因为你到陌生环境 你有时候还是会很紧张 真的 对啊 然后所以像那个二楼 也是宠物友善的餐厅 对对对对 他的猫就常去吃 哈哈哈哈 那么熟客 对啊 他跟别的猫聊天的时候 他说我常去二楼 哈哈哈哈 你没去过啊 你怎么还没去过啊 哈哈哈哈 这个是那个夯店耶 宠物界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就发现他的猫的朋友都是狗 哈哈哈哈 都网红店 因为他那边只有狗会去啊 对 只能他说 害我去都要跟狗聊天 都没有猫跟我聊天 哈哈哈哈 难怪越来越像狗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每次都是以为 我以前自己以为 冒在很舒服的时候 嗯 才会发出那个呼噜声 哦 对 然后因为我们每次都帮他 就是按 那个按摩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 他很久没看到我们 嗯 就是要每次回来 然后他骂完 然后到我们旁边坐着的时候 就一直发呼噜声 嗯 所以我们就以为 那是他在舒服的状态发的 结果 在看那样心智能发现不是耶 他是在催眠你好不好 对啊 这个情机真的太重了 哈哈哈哈 你看猫 猫子的生理构 从生理构造 就是这么心机这么重 对 原来他就是说 他们那是他们演化过 演化出来的能力耶 所以表示说 对 古时候的猫是不会呼噜的 或者是说 不会 或者是说频率不一样 对对对对 因为他现在是说 他的频率 其实是跟小孩子的哭声 是差不多的 对 然后他还弄了那个 就是音频的频率比对给你看 真的就是差不多 对 然后他说他就是这样呼噜呼噜 就是一直催眠人类 就是你要照顾我 你要照顾我 哈哈哈哈 我就是像小婴儿一样 对 就是要把我当宠物的 要好好的珍惜我 要跪着出示我 对啊 说你是我的奴隶 你是我的奴隶 然后这个心机好重哦 他居然发展出 一个跟婴儿的哭声 一样音频的哭哭声 好可怕哦 哈哈哈哈 然后他说 他说让人类听到以后 不得不去照顾他 哈哈 我突然讲 因为我最近看那个 呃 睡魔 然后他就是 本来先前面出十集嘛 结束了 然后最近又出了一个 第十一集 嗯 然后第十一集的前面 就叫 千猫之梦 嗯嗯嗯嗯 对 然后他就是在讲说 以前啊 其实是猫在统治人类的 哈哈哈 猫 那个人类 就差不多跟猫一样大 然后他们就是玩弄 人类想对他们干嘛 就干嘛 其实还蛮写实的 哈哈哈 我觉得那也超好笑 然后他就说 嗯 有一个人类就出来说 我们要那个 就是抵抗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要 从梦境开始 嗯嗯嗯嗯 当有一千个人 都做同样的梦 我们就会那个 就是反客为主 嗯嗯 就同治猫 然后就他们就真的 达到了一千只 一千个人 一起做一样的梦 嗯嗯 所以猫就变消 然后变成像现在的宠物一样 哦 所以那只猫就在宣扬说 我们就是要一千只猫 一样就是在做回那个梦 嗯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统治人类 对 但他们 他们现在真的用呼噜声 打到 好可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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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就是我看了以后才说 哦 难怪 原来 没错 就是你继续帮我按 才发出呼噜声 对 然后 谁叫你 谁准你停的 对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出源门回来 叫你不准再出门 还在那边 在你旁边一直呼噜呼噜 然后你自己还在那边 哦好可爱哦 你也好爱我 对 哦原来你现在很开心的 都不是 他明明是在施咒 呼噜呼噜 呼噜呼噜呼噜 呼噜呼噜 对很奇妙 就是我觉得这一些小知识 都很有趣 然后也 让我很意外 对 其实我平常就也还蛮喜欢看这种 就是动物的那种 纪录片 我觉得都很有趣 真的 然后就会 像我之前 我像那个 YouTube有那个什么 101狗狗 哦对 狗狗101 对对对对 那个也很有趣 对 就是你 我也是因为 因为我有朋友 韩国朋友 他就养了一只 那个 边境牧羊犬 哦 因为边境很聪明 对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 就是他的狗会一直咬 他的后脚跟 嗯嗯嗯 就他觉得很烦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他那个在牧你 嗯 因为我有看狗狗101 哈哈哈哈 对啊 因为他会去咬羊的后脚跟啊 哈哈哈哈 就说赶快 去我要叫你去的地方 然后好像木竹的 所以让你竹人开始跑 哈哈哈哈 啊不太快呢 对 因为 然后就是 所以你如果 像边境 因为他们是体力 非常好的狗 对 他们非常需要运动 对 然后你没有 我说你一定都没有带他出去 我还没有带他去散步 然后没有让他消耗体力 他说我哪有时间 他说所以他就是 他现在体力过剩 只好慕你 对啊 这真的 对 然后所以 其实你觉得你如果了解 宠物的形性 就比较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嗯 不然他那一段时间就是 一直在抱怨什么 他狗把他的拖鞋咬坏了 哦 然后 这种通常都是体 就是 精力过剩 对 他们有地方发泄 对 虽然我不是 我还没有学会宠物沟通 光他讲出来这些 再加上 加上木他的动作 就知道说 他一定就是 就是体力太旺盛了 对 就像那个管教二猫里面 很多也是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猫那边 就是可能乱撒尿 或是乱撒破坏东西 其实就是你跟他玩的不够 对 然后 哦 我身边的朋友 人猫很多 很多各种奇形怪状的原因 就是 比如说 就是那个 猫觉得被冷落 嗯 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 惹他生气 然后他就 乱尿啊 他就会去 所以我的朋友还是会会去照射 就是男主人 就男主人了 他生气的 他一直要说 男主人那边尿尿 对 这颗枕头是你睡的 我直接在上面拉屎 对啊对啊对啊 狗 嗯 我们家还是不会啊 但猫好像很常会出现这样子的动作 对 包护心蛮重的 真的 狗也会啊 之前听台通就有讲说 是哦 可能我家的狗比较温和 没有这种事情 就他之前 他之前因为生病 不小心在床上尿尿 还一副很愧疚的样子 对 因为我觉得之前 我记得应该是台通讲的故事 就是说那个 狗心机很重 嗯 所以他说 没有看过心机那么重的狗 好像他可能是猫转式的 对然后 就是 就是一直乱大便 被他们骂之后 然后就给他在门后面大便 就是看不到的地方 哈哈哈哈 包护心很重 真的猫跟狗 就是我觉得不管哪宠物 其实他们就真的是每一只 就是你养过之后 你就会知道每一只个性 真的都不一样 对 然后其实 他有 他展现包护心给你看 那也代表他在乎你啊 对啊 对 就是他没有办法讲话 好正面哦 因为他没有办法讲话嘛 他只好用 他就是 他也只有死尿 可以表达他的需求 哈哈哈哈 小子 对 因为每次听到就是 那种跟家里的猫狗 有争执 都是因为那个 猫狗去给他乱大便尿尿 什么的 哈哈哈哈 大家就是我觉得 就是反正都养宠物了 就都花一点时间 在他们身上 真的 对啊 就是你看 虽然凯特是养猫 但是我们家是一直 非常需要陪伴的猫 对啊 所以他也是要花很多时间 陪他玩 真的 就居然养的猫 每天晚上要玩抛街 哈哈哈哈 我已经过了这时期很久 老了玩不动了 哈哈哈哈 对 所以这个 那个喵心人的 奇思妙想 嗯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对 然后Netflix上面其实就是还蛮多一些关于猫的纪录片 带猫的照片 嗯 的影片 然后他们就很生气就去肉搜他 嗯 才这样开始的 嗯 这个我没看到 我来补看 对对对对 所以也好看 哦 我觉得很好看 哦太好了 对对对 到时候再把 请玫米把清单列给大家 好啊 然后大家就可以 好好的去 那个 供奉猫心 猫心人 对 欢迎成为奴隶的行列 对 好好来瞻仰一下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今天 大概就聊到这边了 对 对 然后请玫米再帮我们呼吁一下 对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